第十八集 停不下来的能量武士 萌萌 你是饿了想要吃那个苹果吗 不是的 克里斯博士 我是在观察苹果掉下来 就像牛顿先生一样 那很不错呀 萌萌 也就是说你已经准备好 听我介绍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了 没错 克里斯博士 你快告诉我吧 好的 萌萌 不过在那之前 我先给你看个东西 来 跟我一起上火车吧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克里斯博士 萌萌 我们哪儿都不去 我想要给你展示一件东西 来 我现在要让火车停下来 你看到了吗 看到什么 你有没有注意到 火车停下来之后 我们的身体还在继续向前移动呢 对啊 我坐在爸爸车上的时候也会这样 如果爸爸突然刹车 我的身体也会向前冲 所以每次坐车 妈妈都让我一定要系上安全带 没错萌萌 小朋友们 坐车时系好安全带很重要 不过这个现象挺有趣的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动起来之后 会很难停下来呢 哦 是啊 为什么车停了 我还在运动呢 小朋友们 你们还记得运动和力的知识吗 当我们坐在车上向前运动时 我们身体就具备了动能 嗯 我们运动就是因为有了动能武士 那么车停了 我们还在继续运动 这说明了什么呢 哦 我明白了 这说明动能武士还藏在我们身体里 没有离开 是吗 没错 克里斯博士还说过 能量的转换需要通过力 也就是说 这些能量武士们需要一座桥 让他们跨过去 然后他们才能变身为别的能量 没有桥 他们就会待在那里 现在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 在我的能量武士找到桥之前 我都是持续运动着的 是的 我们身上的能量武士还在 因为还没有一个力量桥 把它们释放出去 车停下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继续在我们体内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身体还会继续向前运动 原来在我坐车的时候 是调皮的动能武士 差点让我摔跤呀 但是克里斯博士 我怎样才能找到力量桥 把我体内的动能武士释放出去呢 嗯 非常棒的问题 萌萌 我发现 你已经问到了牛顿定律的秘密了 来 跟着克里斯博士一起 我们一起解开这个谜题吧 孩子们你们好 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 某某和我在火车上的场景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呢 你们跑步的时候 骑自行车 或者玩滑板的时候 有没有害怕 自己跑得太快了以后 停不下来呢 停停 哎呀 萌萌 你还好吧 哦 我还好 克里斯博士 我想吃安蔬叶 想得太激动了 都停不下来了 萌萌 你停不下来是因为 你有一大堆动能 没处释放呢 克里斯博士 我现在停下来了 我的动能呢 我觉得动能 都跑到树上去了 萌萌 的确如此 树给了你一个反作用力 这就是力量桥 通过这个桥 你的动能最终转化成了声音 热 和树运动的能量 你的意思是 我撞到树上 这给了我体内的动能武士 一个桥 让它们离开了我 是的 萌萌 哦 那克里斯博士 也就是说 想让我停下来 就得先拦住动能武士 是的 萌萌 动能武士 必须要成运动状态 当动能武士 进入到一个物体 物体就会持续地运动下去 我们知道 如果要让动能武士 离开这个物体 我们需要一座桥 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不过 最重要的是 这座力量桥 要足够结实 才能让所有的动能武士 都跑出去 啊 要多结实才行啊 运动者的物体 想要持续运动下去 我们知道 能量武士 需要一座力量桥 那么我来问问你 萌萌 如果刚才是我 撞向那棵树的话 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是你 这个树就会被撞断了 因为你比我大太多了 哈哈 没错 萌萌 事物越大 运动时 它的动能就越大 它们拥有的能量武士 也就越多 停下来时 需要的力量桥 也就越大 所以要让你停下来 我们需要一座更大的桥 才能让你的能量武士穿过 对吧 克里斯博士 没错 记住 力 就是能量武士的桥 你现在明白了 妈妈为什么 要你坐车的时候 系上安全带了吗 因为固定在车上的安全带 能拉住你 这样 在你继续向前冲时 给了你一个相反的力 这个力 就是让你的能量武士 释放的力量桥 对了 萌萌 你还记不记得 当两个力量方向相反时 会发生什么吗 两个力量相反时 会相互抵消 对 萌萌 萌萌 我们继续回想一下 上节课的内容 如果说 在抵消之后 还剩下一个力 这个力叫什么 对 上节课你说过 相反方向的力 可以相互抵消 抵消之后 剩下来的力 就是合力 正确 合力也是一种力 它能够为能量武士 架起一座桥 让它们穿过 让物体沿着合力的方向 继续运动 我们再来看看 安全带的作用 如果不系安全带 当汽车发生事故时 就没有合力来阻止你 你就会从车里飞出去 哇 合力真的好重要呀 是的 小朋友们 学会了牛顿力学 你们就能明白 这些道理了 现在 跟着克里斯博士 我们继续揭开 牛顿定律的秘密吧 孩子们 刚才我们说到了 合力是如何架起一座桥 释放物体里面的 能量武士的 反过来 如果没有合力 能量武士就不会离开 这个时候 运动的物体 就会继续运动 上节课 你在说箱子的时候 不是说没有合力 箱子就静止不动吗 那现在怎么又说 没有合力 物体会继续运动了呢 萌萌 你能记住 上节课的内容 很聪明 的确 箱子静止不动 是因为力量 相互抵消了 没有合力了 而事实上 运动者的物体 也会没有合力 为什么呀 说得我又晕了 别急 萌萌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上节课的游戏吧 孩子们 还记得上次 我要你们说说 观察足球时候的发现吗 首先 在球静止不动的时候 我要你们画出球上 表示力的箭头 一个静止的球上 有两种力 引力 将它向下拉 地面推力 将它向上推 这两个力 相互抵消了 所以这个时候 球的状态 不会发生变化 对吗 是啊 因为球上的力 相互抵消了 没有合力了 球就会保持 原来的样子 一直静止不动 是的 那如果是移动的球呢 我们一开始 滚动球的时候 需要一个力 但是 当球开始滚起来之后 我们再来观察 现在 既没有东西 把它向前推 也没有东西 把它向后推 向下拉的引力 和地面向上的推力 还是存在的 引力和地面的力 也还是相互抵消的 有意思 也就是说 现在球上也是没有合力的 是的 也正是因为 没有合力产生 球才会一直保持着 原来滚动的状态 这个情况 是不是和前面球 静止的时候一样的呀 所以说 是因为没有合力 桥释放球里的 能量武士 所以球会一直在滚动吗 是的 萌萌 球在静止和运动 这两种情况下 都没有合力 两者都不会改变状态 没有合力 就不会改变 物体的运动状态 这实际上 就是牛顿的 第一定律 哇 真的吗 我觉得我有点明白了 我真欣慰 我们用游戏 来测试一下 这个知识点吧 大家好 刚才我们学到了 牛顿的第一定律 说的是 在没有合力的情况下 运动和静止的事物 不会改变其状态 不过 这跟我们每天经历的 不太一样 对吧 在家里试试看 这个 拿一个这样的球 轻轻地踢一脚 它的速度会减慢 然后停下来 这不是很奇怪吗 球 不应该是一直保持运动的吗 在家跟爸爸妈妈 一起想一想 其他有关事物 停止运动的例子 你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打破了 牛顿的物理定律了呢 哦 我们的时间到了 我们提了好多问题啊 下节课 我会一一回答 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